开水又说变通的今天的话又给大家一起咱们的这个森林地层 是吧地层餐厅 那么我们上级呢打完这个boss之后呢拿到了这个火龙果 那么这个火龙果呢还是非常强的啊 这个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在我们这个指针所指的方向啊 会有这个一个大爆炸 然后呢这个法力值的话我不知道在哪看 反正能够一直用的样子 然后哎 然后这边呢我们有一个火龙剑 但是呢我们这边还学了一个升龙 技能非常给力 行 火龙果园 哎那现在呢 哎等会儿 这边我们打了这个大boss 打大boss之后呢玩走吧 这个这是上次那个大boss 火龙果园走 这些都是火龙果 上级我们有的 这火龙果呢长得有点像灯泡啊 这我就不吐槽了 等会儿 这能烧东西吗 烧不了什么都做不了 好不着急 那么我们这边呢也是做不了什么东西啊 这边哦这个好像素材不足 嗯然后这边汤里面炖不出什么东西了啊 是吧 当然呢作为一个广东人啊 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是什么 这是烧烤盐 这是什么盐酥大文 这玩意可好吃了 我们都吃过 啊这个什么啊 盐烤青道夫 好东西 这是什么啊 这叫啊 这叫柠檬炒虾 哎 这什么 快乐草手卷 啊 这这这盐 这是盐吗 是吧 这这像 那种感觉直接给他吃下去了啊 然后还有这什么啊 这个蜗牛啊 这是扶寿罗切片啊 是吧 呦 还刺身厉害了 扶寿罗刺身 哈哈哈哈哈哈 然后这什么炸香蕉 哎 果然是黑暗料理 啊 什么炭烤炭烤什么 虾钱 这是虾还是蟹啊 这玩意儿怎么有点不像蟹的那种感觉啊 是 这什么 香烤蛙腿 哎 香烤蛙腿 什么香烤 这果然这个风起来什么都是啊 这什么 火龙国能量饮料 男生喝了 女人受不了 女人喝了 男人受不了 男人女人喝了 孩子受不了 是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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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乐活贫民窟集中营 啊 这边就是贫民窟了 好 看到没 哇 我们现在哎 基本上这个是无敌的状态 是吧 这边这 这边这个远程武器呢 基本上就很无敌了 是吧 大家可以看到 基本上我们指哪点指哪打哪 哦 这是什么 哎呀 你看 池子里好多小鱼小虾 他们游来游退的样子好开心 真希望他们等等不会被什么邪恶的僵尸杀掉 水下抓虾是作弊的 年轻人 好 等会儿 老伯能借你的厨房用一阵子 啊 也就是说 这个老伯是用来钓鱼的是吧 好 大家可以看到啊 下面的这个皮皮虾 非常的快乐 非常的开心 哎 好 咱们我们这边呢 用这个 非常这个轻松愉快的方式 我们在很努力的 跟他进行搏斗 大家有没有看到 是吧 非常努力的 对他进行了一波搏斗 我差点就离开了这个美丽的世界 是吧 就差那么一丢丢 不能孝敬我 那些 不能孝敬我可爱的父母了 所以说 打这个东西呢 大家一定要注意 走位 这很重要 是吧 走位这个很重要 好 OK 走位真的很重要 你看 我跟他疏死搏斗 在万分之一秒钟 是吧 我夺 我吃什么呢 夺取了上风 给他这个什么呢 给他造成了很高的伤害 好 那么这边呢 我们先 拿到这个东西 什么 张伯早餐店 哎呦 张伯早餐店吃什么 猪肉 猪肉炒虾 这什么 菠萝炒虾 苹果炒虾 行 这个 这早餐店 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是吧 好 要不要介绍一下 为什么你森林一个死灵法师 要去研究魔法料理 OK 也就说 也就说 这边呢 这个人的手上呢 突然之间出现了一条鱼 这鱼上的 还有牙齿啊 据我粗步分析 这是一条来自南美洲 非常珍贵 而且稀有的深海鱼 在我国 它的名字叫做青道夫 看到没 这个青道夫的解剖出来了 用鬼火稍微烤一下 清真鱼就完成了 这边呢 是可以做鱼的 这边我们也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好做的呀 这俩应该是什么 boss之类的东西 好 这边能做东西 早餐店能做东西 但是我们没有素材 这做不了 好 走吧 这东西能不能打呀 不能 这个消防砖 好像不能打的样子 这什么 会走的蘑菇 我厉害了 这蘑菇会走 母猪上树 蘑菇会走 扁桃是个真男人 这三个统称为 世界上十大真话之一 不是 世界上三大真话 蘑菇会走 扁桃是真男人 母猪会上树 我怎么这么多 砍起来 看我这走位 喝啊 喝啥去 好 OGRK 是什么 大包子 好 不过有了这个法杖之后呢 感觉好轻松啊 这边可以远距离攻击了 五毒牌壁掌 哎呀呀 差点就神败迷恋了 这种邪恶的招式呢 我是从一位老人家手上学到的 是吧 这位这位老人家非常的可怕 这边我们从这走吗 走走走走走 我育苗一下 好 这样子的话 他就打不招咱们了 不过这边好多怪啊 突然发现这些蘑菇会走 而且会喷这些毒素 来呀 不管你啊 杀 问题不大 问题不大 这里是直接过关了嘛 这应该是直接过关了 那这边有什么东西呢 这边我还没看 所以说我打算去看一下 哎呦蚊子 走 蚊子肉 哦 等会儿 这个蚊子会撒尿 这估计是做撒尿牛肉丸的原料 这蚊子呢 这叫什么 这叫露营 很奇葩的一个名字 叫露营 在我们在 哦对了 在我们广东这个萤火虫是可以吃的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 在咱们广东的这个萤火虫啊 是可以食用的 大家可以放心 好 现在呢 走 哦 还有 萤火虫呢 主要用来红烧 或者说清真 都很好吃 它有一股 一个特殊的 这个自然香气 吃起来呢 是吧 一口长生不老 两口永不疲劳 三口 命都没得了 好 这边这是什么东西 这有个箱子 打出一个什么 玻璃瓶 能 这让我把某个玻璃瓶 放进小 放进屁股的小 小短片 这让我想起了 玻璃瓶 放进屁股的某个小短片 杰哥吗 难道 哎呦 我是不是知道太多了 这 这 这有点可怕 这个 这怎么感觉这个作者 不是什么震惊的作者呀 呦 太可怕了 玻璃瓶放进屁股的小短片 厉害了 看来做的制造的东西不少 这什么东西 荧光菇 这是真菌系列 这是产生的真菌的一个东西 好 那么这边呢 我要来的 共和时报 共体时报 那应该是对吧 共产主义好 走 乐活社区 我这个人为什么要怼强啊 哦 这是什么 强制手术 脚底加装小脚脚 永久获得空中跳跃能力 哦 厉害了 加装这个 员工福利 啊 这就叫员工福利了吗 扯淡吗 哎呀 哦 哎呀 这什么 什么员工福利啊 不是扯淡吗 哦 跳得很辛苦 等会儿 这个 这东西会喷 喷出这种乳黄色的液体 兄弟 你是上火了吧 老哥 一般只有上火 才会吐出这种 哎 对吧 这估计兄弟上火了 少吃点辣条 是吧 哎 多喝点凉茶 两仔 这样是不对的 哎呦 这这呦呦 厉害了 这些这些东西 这五毒神功吗 突然想起了五毒拍臂掌 哎 五毒 什么叫五毒呢 青蛙蛤蟆 青蛙蛤蟆蜡除牛蛙 就称为五毒 哎呀呀呀 哎 记得是这么一个人 哦 哦 好像这边的话是有 好像这一关的话是关于这个毒素的一关了 这么一关了 就说在这关呢 还是蛮多毒素的 这在干什么 你有尿吗 哎呦 老哥吓死我了 哎呀 乐活社区 好 我这边一定要小心一点 好多蚊子 欺负我没涂花露水吗 走 走 走 好 这边我一定要小心 我不会被他再打到了 哎 不过这个 这个苍蝇土的这个东西 确实比较烦 好 那行 咱们就不打了吧 我这个确实感觉打起来好恶心 我突然想起了一件事情 咱们对这些东西不能用这个 这个 这个法杖 这个法杖对他来说好像没什么乱用 咱不能用法杖 现在发现 我们要用什么东西呢 我们要用最原始的招式 我要我要用我的大招了 跑 没错 跑 不管三七二十一 跑 跑就对了 哎 原始招式知道吧 哎 见到这种情况 千万不要担心 哎 跑起来 你是挖你家祖坟了 你现在还要 好 跑起来 问题不大 现在呢 我们可以做这个肉串的啊 近战攻击范围提升毛伤害 嗯 这个肯定是要的 卫带已经装满了 这空中跳跃的这个不用了 然后咱们现在不是有这个毛了吗 现在咱们要长毛了 现在咱们有长毛了啊 烧烤烤军菇 然后这个的话也可以烤一下扁条下厨 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啊 这个是综合菇野菜汤啊 又到了云南人不怕死的季节了 这个是什么烧烤 烤鱿鱼吗 烤银光菇啊 又到了云南人不怕死的季节了 哎 那么这些东西呢 足以赠名 哎 云南人对军菇的喜爱 走 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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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